卫福部食药署在5月11号公布 开放期也可以申请员工自用专案 输入家用快筛试剂 不过上价才短短几天就下价 让业者们是非常的傻眼 现在他们只能到药局排队来买实名制的快筛 或是透过网路国外来自购 但这数量根本就不够用 快筛实名制上路 仍有许多民众抱怨买不到 八大通路快筛一记则是药价180 许多人根本下不了手 更别说是每日都必须使用大量快筛的企业 原本食药署公布 5月11号起开放企业以员工自用专案 输入家用快筛试剂 不过上价才短短几天就下价 让业者超傻眼 那政府现在你们要管控实名制 一直只能买5支 那公司还好要每天派人去排队吗 买不到企业用快筛 经营请聚公司的李小姐只能自力自强 透过网络到国外购买 但一个人名义又只能限购100计 让他真的很无奈 我觉得政府你是不是比较好的方式是说 应该去检查检验这些进来的东西 是不是适合合法用的 而不是去控制数量 那控制数量这样是变成只有有办法人才能进来吗 企业方案买不到 个人名义又限购 而一剂180的快筛 不仅对民众 对公司来说也是沉重负担 不要像外面讲的 国家队就是要排队 国家队就是比较贵 希望政府能够滚动事检讨 能够让快筛剂 能够够足 能够让大家更方便来使用 疫情爆发 民众不只要抗疫 还要面对口罩疫苗快筛各种乱象 这场噩梦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